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喝的那个维生素是已经被破坏差不多了 你就是纯粹喝到它的酸而已 所以你喝了这么多的酸水 自然就会有胃溃疡啊 或者是会有胃发炎的问题 乐活兽马举 聪明生活最容易 大家好 我是刘若金 俗话说得好啊 一白遮三丑 在这个爱美的路上 很多人追求白皙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标的 但是有很多皮肤黑的人 既然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心酸 但是美白的方法跟产品可以说的霸霸款 到底什么方法最有效果呢 我们今天就跟着专家 还有朋友们一起来讨论吧 首先欢迎我们的专家 这个保健达人Lorence 大家好 我是Lorence 谢谢 另外还有一组非常特别的 就是来自马来西亚的爱美军团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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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来问一下我们这个爱美军团 听说不止台湾 台湾有这个一白遮三丑 马来西亚也有这样的观念吗 来 我来说 哈雅姬姐你说 对 那当然在马来西亚呢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一白遮三丑 但是我是觉得马来西亚有更多的 假面骑士 什么叫假面骑士 就是他们口不对心啊 他们就说 没有 皮肤黑黑的 古同色是健康的代表 你们不要只是说白的就是最好的 但是他们一回到家 就狂抹那些美白的产品 然后吃那些美白的保健品 所以呢 我是觉得说 很多人在心里面 还是希望可以成为一位白雪公主 那怎么看得出来呢 你看他们出去逛街的时候 一定拿伞 或者是遮完整个手 不是只剩下眼睛 这个就是我觉得他们 非常不诚实的一面 我不喜欢 你不喜欢 对 像我这样 我就不在乎啊 你看黑就黑嘛 你看我今天多优黑 觉得很健康 又很漂亮对不对 还有谁要分享一下 我要分享一下 因为我身边也是有很多朋友 都不去公园做运动 比如说打篮球啊 户外的运动都不做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有一个称号叫 吸血鬼 吸血鬼什么意思 为什么 他们 他们一晒就哇 好怕 怕黑怕晒到 就是尽可能一吃光都不想晒到的这一种 所以身边太多 太怕晒到太阳 就是很怕黑的那一种 太多了 有很多人怕黑 但是有很多人是 怎么晒 我就是可以白回来 或者说真的有那种 天生就是欧骂队的人 其实我们的皮肤的这个黑或白 会跟你的身体的基因有关 那因为我们的基因是来自于父母亲嘛 对 那很多时候你的这个父母亲 如果本身是属于黑皮肤基因的 通常生出来的小孩 就会是比较偏黑的 所以有时候 所以我们才会讲说 有些人天生是欧骂队 对 有些人天生是白骂队 其实在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你真的想了解你自己的皮肤 如果说在后天上面 想办法让它更白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你的 比如说手臂的内侧 手臂内侧 大股的内侧 就可以知道你白的极限度到什么情况 像我就很喜欢晒对不对 可是我的身体就很白 因为我在晒的时候 我不喜欢晒身体 我喜欢晒脸 真的吗 真的 可以看看吗 不方便 我这边有 对啊 所以基本上 你们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后天是有机会 让我们的皮肤变白 但我们的白是会有一个极限 就是你可以看一下 你的大腿内侧 或手臂内侧 看一下你的皮肤 真正的颜色是什么 你是可以通过后天的一些保养 来加强你 怎么把它自己重新白回来 好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欧巴队的朋友们 到底有多心酸 有这个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 八道阴影 我们来看一下 第八 是欧巴队 常常被问 是不是很爱运动 好 第七 是 哎呦 这个 被 敷面膜都被说 你浪费 第六 这一定被取过跟肤色相关的绰号 哎 第五 这晚上 这也太毒了吧 晚上会 会不小心融入夜幕中 这真的太毒了 没有人在讲话的嘛 这么毒 对 好 第四 男女普遍不爱 哦 欧巴队 就是要交男女朋友的时候 通常不会喜欢弄 是这样子吗 好 我们来示范我们的爱美军团 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谁谁谁谁 我我我我 我 好 还是你 姬姐 我可以让人家讲先的 没关系 你先了没有关系 你们好像不爽我 先讲话是不是 你讲 OK 我只是要说一句 其实我从小到大 我很爱打篮球 然后跑步 跳远 跳高 所以你看我很高挑的 你们看 对对对 哇 还可以打排球 对不对 好 真的 所以呢 我在小的时候 到中学我晒得比较黑 那我当然我一个梦想 我希望可以像白雪公主那样啦 但是 黑我也觉得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觉得很健康 只是 我很讨厌我同班的男同学 怎么样 他们在背后叫我 黑山老鸡 我们只听过黑山老妖 你是黑山老鸡 对啊 这个 这个黑山老鸡 虽然我姓鸡 但是你不会这样子 侮辱我的名字 对不对 生气 应该叫你黑美人不多好 对不对 黑美鸡 你可以叫我白树真吗 白树 可是我叫不下 你不白啊 还有谁 来来我 好 我本身呢 福州妹 你是住在福州还是 我是福州人 哦 福州大啊 但暂时还没有住在福州的地方 本身呢 我是属于就是 从小到大我就属于比较肥胖嘛 那肥胖的话呢 我也还会很黑 所以就感觉到就整个就是胖胖黑黑 这样子 然后很多人就是说叫我小黑妹 小黑妹 我很以为你像热狗 当时还没有 热狗是红色 好不好 所以本身呢就没有那么的有信心啦 因为一百折三丑嘛 对啊 一黑就毁所有啦 果然 你们现场都有这些困扰哦 对不对 有啊 涌入夜市 这才太狠了 那我们看看来 这个还有 一二三 最困扰的 有什么 我们你们要不要先猜一下 礼拜天你猜什么 那我觉得应该是难化妆吧 因为我每次化妆的颜色就很难拿捏 然后一个不小心就可能化得太白 然后太白的话 到脖子这边就可以看到 诶 断层 然后眼影类啊 也很难会就是显色 难道皮肤黑真的是错了吗 对 你如果皮肤很黑的话 脸很白这边变成一个色差很大 对 对 好像那个头不是身体连接在一起 对不对 那很吓人好不好 真的 那姬姐 姬姐 你猜猜看 有没有 三二一 你觉得哪一个 有可能 嗯 我是觉得可能是 难穿搭衣服吧 因为皮肤黑一点的人 有时候蛮很烦 就是 如果你穿很暗淡颜色的 黑色那些 整个人看起来就更加的黑 对不对 对 但是如果你穿一些 我很想穿粉色的粉红 或是白色的 但是就显得我就更加黑 染头发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可以染什么颜色 因为黑色 如果皮肤又黑的话 感觉上又很黑啊 可以不可以 救救我啊 哎呀 皮肤这个黑 然后很难穿搭 不知道有没有啦 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三名 第二名第一名到底是哪边 这个给我们这个欧巴队的阴影啊 先看第三名 你看看哦 看起来脏脏的像没洗澡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有没有 有啊 你看这叔叔就觉得太粗了 有 这肯定有 这肯定有 有有有 肯定有 因为你 就是整个人很黑嘛 人家就看上去你就是很邋遢 对 然后他就会叫你叔叔 你今天有冲凉吗 有 有 肯定有 然后他说 看不出来啊 好 又有人说你这个 脏脏的没洗澡 第二名 看看是什么 整天烦恼 怎么样变白 这个是要的 这个是有 这会有 我们的姐妹常聊这个话题 真的哦 对美白的 美白的事永远都是一个 跟减肥一样 对 对不对 永远在路上 一辈子的事情 一辈子的事情 对 好 我们来看看第一名到底是什么 欧巴队 才懂得八道阴影 最严重的 第一名是什么 我猜错了 谢谢 谢谢大家 我有讲难吗 蛤 猜就没讲 猜就没讲 下去了 我长直到不要这么卖力 长痘痘嘛 去用盐 就有办法消毒啊 杀菌 用醋的话 有可能可以皮肤的 肤质变得更好一些 有 你用盐水来洗的话 反而让我们的皮肤呢 本来有的水分反而被它洗掉 结果呢 你又用醋来洗 反而会刺激我们的皮肤 还有 还有 既然有这么多这个欧巴队的阴影 有没有人用什么方法让自己变白 有 就是以前就是听他们讲啦 就是那时候我做工的时候就接触一般的人 他们讲你这样子就因为有痘痘又黑嘛 整个就是暗淡无光的黏成 对对 他们就说 又老 对又老 然后他们就说 你可以去用盐去洗脸 因为你长痘痘嘛 去用盐就有办法消毒啊杀菌之类的 盐跟什么 盐跟醋 盐跟醋 对 用醋 他们就说用醋的话 有可能可以把你的皮肤的肤质变得更好一些 有弹性一些 所以那时候我真的是有经常都是这样子用 每一天就是用油盐去洗脸洗脸 然后又用醋去洗脸 反而越洗越糟糕 哎呦 真的越洗越糟糕不用解释了 洗到来就是 因为你长痘痘他有那种洞啊 然后洗得过 他的洞是在那边的 很难修复回去的 洞又变更大了 对 就是越洗越糟糕去对 谁教你这个方法啦 对我是觉得有可能他是 他是要害我不是要害我 你这个损友啊 对啊 赶快赶快问一下Lorenz 用盐跟这个醋来洗脸到底对不对啊 当然是不正确的啦 哎呦我的天啊 首先盐呢 是绝对没有杀菌消毒的能力 盐反而会让你的皮肤脱水 所以平时你皮肤已经又黑又干的时候 你用盐的水来洗的话 反而会让我们的皮肤呢 本来有的水分反而被它洗掉 反而会产生更多的小伤口 这些小伤口反而会造成二次发炎 结果呢 你又用醋来洗 醋的PH值比较低嘛 而且那个醋酸跟我们的PH值根本不吻合 你反而会刺激我们的皮肤 反而变得越来越薄 而且很容易发炎加上过敏 感觉上一开始洗的时候 有人跟我说过 我怎么感觉刚开始洗的时候 皮肤好像又比较嫩一点点 那是因为那个醋酸 其实侵蚀你的皮肤的角质沉了 把你皮肤的一些皮肤屏障都给破坏了 所以你接下来就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变得很容易敏感的过敏性肤脂 所以其实请千万注意不要再用盐跟醋来保养肌肤 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 完全错误听到没有 对对对 像若文讲的是对的 早早一洗的时候感觉是要变好的感觉 一瞬间是好一点 有好一点 但是越洗下去 越不对劲也越来越差 下次你试试看再加蒜米还有姜 就可以顺便吃掉它了 就可以吃火锅了 对 对 还可以拿来炒了 再看看 除了David还有谁用不同的美白的方式 好 又是姬姬姐 谢谢 姬姬姐姐 姬姬姐姐 姬姬姐姐经验比较多 姬姬姐姐经验比较多 好 那我自己本身呢 是怎么样保养 那我自己看起来这么美白呢 很简单 一样 多擦Body Lotion 全身都要擦 你们不要千万只是擦脸 那个脸白白 可是一脱衣服 这个黑黑会吓到你老公 知道吗 然后全部擦了之后 滑滑嫩嫩湿湿白白的 还要吃胶原蛋白 那我一个月大概花一万台币左右 在美白白上 然后以前呢 我试过一个 这个厉害 你们一定没试过 我就用这个柠檬切成片 然后就喝柠檬水 哇 一直喝 一直喝 很好喝 结果胃痛了 好 洛杉斯 洛杉斯 这个刚刚说 他说这个柠檬水 可以美白吗 首先柠檬呢 主要是含维生素C嘛 那我们一颗柠檬 大概会有 31毫克的维生素C 那维生素C 当然对我们的这个皮肤 有美白的效果 因为它可以抑制 我们那个皮肤里面 有个叫 若安酸美的活性 减少黑色素的形成 但是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维生素C 本身是一种抗氧化物 通常越抗氧化物 通常越容易被氧化 这什么意思 因为它本身是 抗氧化的顾名思义 就是它很容易接触氧气啊 所以本身会变成 很容易氧化 所以你看呢 你有时候烧那个柠檬 没多久就苦苦的 烧个苹果会发现变黑 其实都是氧化的概念 对 那我们都知道 维生素C本身是一种 很容易氧化的东西 那本来已经够容易氧化了 接触空气已经快氧化了 结果你把它放在水里面 所以其实呢 你喝的那个维生素C 已经被破坏差不多了 你就是纯粹喝到它的酸而已 所以你喝了这么多的酸水 酸水 当然会刺激你的 黏膜组织受损 自然就会有胃溃疡啊 或者是会有胃发炎的问题 所以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要摄取维生素C 不要再泡在水里面了 你反而会让维生素C被氧化 反而没有办法 很好的吸收 直接吃吗 直接是怕太酸啦 有一些其他的选择性啦 可是维生素C 确实是有好的 只是你最好是提取过后 或者是纯化过后的 天然维生素C 相对好吸收 而且不会被破坏 会更有效 所以不能直接喝柠檬水 喝太多 其实没有美白的效果 反而味不好 是的 再看看 我问一下我们这个美丽军团 还有谁用过不同的美白方式方法 好 陈飞 对 因为我平时都喜欢有些户外活动 活动 然后比如说大白天 在中午去踢球 你喜欢户外活动吗 对对对 看起来不像 不像是什么啦 像啦像啦像啦 这乐一点 然后我会蛮喜欢去潜水 去浮潜 去海边 然后平时如果我们去海边的话 太阳比较大 我们一定会 比如说浮潜回来 会出现美白的产品 但是我有一次 其实就是浮潜完 回到酒店就一样的 就是浮个面膜怎么样 但是就有一次 就直接敏感 脸直接敏感 暴动 然后应该用了 差不多一两年的时间 它才慢慢恢复 长了很多青春痘 对 就可能是 不知道是因为 用了什么的问题 海水敏感吧 可能 就是你晒的 刚晒完 赶快直接做美白 对 直接做美白 这样的方法到底对不对啊 其实是不对的 也不对 因为上完了以后 我们的皮肤其实很干 而且其实你已经有很多小伤口了 就像一片干枯的土地 基本上会很多裂缝的一样 那这时候你用很强的美白成分 一般美白成分 它其实会想办法去淡化你的黑色素 它要深层去深入嘛 对 深层过程当中 其实你的皮肤的保护层已经没了 然后它深入局面 反而会二次破坏 会造成你整个皮肤结构的改变 甚至你的皮脂线啊 你胶原蛋白的这个生成的部分 甚至到真皮层可能都会因此而被破坏 所以这时候你反而用大量的美白部分 去破坏它 而不是让它有效的修复 会让你的皮肤以后更恶劣 甚至你可能原本不长痘痘 变长痘痘 原本不长斑变长斑 其实这时候在晒完了以后 理论上你们应该是要 加强保湿跟修护 保湿跟修护 对 你要想办法让你因为晒伤后的 这个肌肤的这个伤口 赶快被修复回来 当修复回来的时候 你在擦美白商品的时候 它才可以避免伤害你肌肤的同时 去深入到 去帮你清洁你的黑色素 让这些慢慢点点可以改变 所以大家记得晒完了以后 千万不要再磨美白相关产品 是要先做保湿跟修护的部分 对 知道不对的保健食品 反而它虽然黑 可是是有亮度的 而且有水分的 变成反而没有亮度没有水分 它会选美白商品 有骨光胶态成分的 一定要想办法 冰尖番茄它主要的产地 是来自于以色列 所以其实如果它的产地 不是来自于以色列的 通常就代表它的效果可能有欠缺 那我们是想要 这个晒好以后 把我们这个保护好以后 想要变成美白 有很多的这个保健的食品 怎么样挑选 其实跟大家解释一下 其实我们都知道 其实外在的保养很重要 你可以做一些防晒 做一些保湿 可是其实大家可能 有容易忽略 其实内在的这个保养也很重要 尤其你的皮肤 已经被受损了以后 这时候你要加强 肌肤的修复 可以透过一些好的保健食品 来帮助你 我跟大家先简单分享一下 市面上有哪些种类 然后我们怎么去挑选 很重要 因为其实我很多朋友都跟我说 其实我不在乎黑不黑 可是我最怕的一件事情 是吃到不对的保健食品 反而它虽然黑 可是是有亮度的 而且有水分的 变成反而没有亮度 没有水分 变成黑又干燥 那反而更惨 吃错也不行 对 不行的 所以市面上其实有几种 我简单说一下 像这个就是强调有红梨 然后它可以帮你的肌肤 维持水嫩度 让你可以自然呈现嫩白的情况 但这个部分也有一个小缺点 就是说因为我们真正 要让自己的皮肤白 在整个医学界上面 我们都知道 骨光肝胎是最有效的 骨光肝胎 对 那因为骨光肝胎 其实如果各位有去医院 打那个美白针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 美白针的基础成分 那如果你们在挑选 这些美白商品的时候 当然我看到它里面有加了 骨光肝胎 可是很可惜 它的浓度不够高 一般来说会建议大家 挑选美白商品 然后有骨光肝胎成分的 一定要想办法 有98%以上的 它基本上的效果会更好 浓度要够 因为浓度不够高的话 你反而要让你的身体 还要去代谢吸收 把我要的成分给分解出来 可是我们已经要白了 最好是我一吃进去 身体直接吸收 直接作用 它帮你去除黑色素的效果才快 而且它可以有效抑制乱氨酸酶 避免黑色素再形成 那有一些像是会加一些 像NMN啊 强调它会有一些生成因子 帮你做一些保护跟修护的 可是还是一句话 我们都知道 除了骨光肝胎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你要避免它二次受伤 而且减少它在反黑 因为反黑很重要嘛 那在反黑的成分里面 有一个叫做冰晶番茄 它虽然也有加 可是比较特别的是 它没有做过什么临床 所以大家在挑选成分的时候 也要看一下 它里面的一些数据报告 冰晶番茄 是真的番茄吗 它真的是番茄 真的是番茄 可是呢 你看日本人就很聪明 日本人去这个 以色列游玩的时候呢 就发现有这样的一个好处 所以就跟那个 以色列的科学家一起来研究 就变成是 反而是日本帮以色列的 这个冰晶番茄发扬光大 那虽然你有加冰晶番茄 可是记得 冰晶番茄它主要的产地 是来自于以色列 所以其实如果它的产地 不是来自于以色列的 通常就代表它的效果 可能有欠缺 而且呢 我们真正在全世界的 这个冰晶番茄的研究 所有的paper 都是来自于以色列 我今天有给大家 做了一个简单的字卡 来跟大家简单教育一下 那你以后再买 湿的保健食品的时候 记得要锁定 这三个主要成分 因为我们都知道 要白 安全是最重要的 因为在安全之下变白 你才可以不用担心 有副作用 第一个当然是果光干碳 再强调一次 要98%的浓度 是最安全的 第二个要冰晶番茄 而且要确定它是以色列来 然后是日本的 这一个厂商 在进行研发的 因为它的paper 就是很多研究报告 来自于这里 还有第三个 就是要有活性型的 就是有活性的维生素C 也就是说 它在提取的过程当中 会用动筋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让它在吃的过程当中 去把它的维生素C给散发出来 避免是氧化的 这个三大的关键成分 一定要建议大家要挑选清楚 所以以后大家就知道怎么挑选了 谢谢罗伦师 你有没有来推荐一下 最聪明 最有效率的方法 让我们来维持我们的好气色呢 其实我今天有带来 就是我们的这叫做白色小胶囊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去外出 去游玩 有些是我很喜欢晒太阳 我喜欢登山 我其实我不担心黑 我担心的是 然后你会变成皮肤很刺痛的 所以基本上 就是肌肤不健康 黑有一点点没有关系 但是要健康 我要健康 而且我皮肤要细致 所以我就会带这个白色的小胶囊 它里面就是有98%以上的国光肝态 国光肝态我们人体本来就有 它本来就可以帮助你 皮肤进行代谢之外 也有一些保肝啊护肝的一些成分 所以我会让我自己在 爬山的过程当中更有力 第一个呢 它里面也放了很高浓度的冰晶番茄 它可以预防我饿似再伤 另外里面当然还有一些 皮肤增加水分的一些营养成分之外 它还有放了高浓度的活性维生素C 所以它可以减少我皮肤的氧化 那皮肤只要不氧化 你的皱纹就会少 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皱纹 其实是绕成老化的原因 那我的皱纹虽然我五几岁 可是我皱纹不多 你有五十几岁啊 对对对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而且我也很爱笑嘛 可是你就会发现 我的纹路会比较少 好像我们这个军团里面 也有人用过这个东西 你用过 我本身是做直播的 那么直播就是 很多粉丝都会看我们的直播 就看到我 冰冰 怎么你的肤色越来越黑 越来越暗沉 没有人喜欢被说黑的嘛 真的 越来越不好看不喜欢嘛 那么在有一些贵人的介绍情况之下 阴差阳错 认识了Rolens 哎呀 有介绍我一个法宝 你幸运啊 我超幸运的 我还 我会随时携带的 各位 我真的有带的 他叫我的使用方法 甚简单 就是早上空腹吃 我们马来西亚人很怕 空腹吃这些胶囊 对 他有担心 他说不用担心 这些都是天然的成分 吃下去对我们的身体根本无害了 那么就持续吃了 然后我粉丝都很真实地回到 你的肤色 你的皮肤慢慢地回来 反而更加好看 谢谢冰冰 谢谢 虽然俗话说 一白遮三丑 但其实皮肤要保持光亮 水润 健康 才是看起来年轻的不二法门 在努力保养的大家 一定要不要忘记 要订阅 追踪我们的 乐活So much的本师团 还有我们的YouTube频道 乐活So much 乐活So easy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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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